大家好 我是一颗芦荟 上期跟大家分享过了 给它砍头 非常的残暴 直接把它砍下来 那么这一期跟大家说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正确处理 避免它腐烂 怎样让它长心芽更加快 像这种切口 我们一定要给它放上一些多菌领 如果不放多菌领的话 非常容易受到一些细菌的感染 像底下这些叶片 干脆把它就去除掉了 因为这些叶片比较难看 我们处理好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到非常通通的地方 非常干燥的地方 这个伤口晾干之后 更加有效的避免续菌感染 从这个地方腐烂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给它施肥 等这个伤口干了 我们再给它施肥 施一点肥 助使它长一些新芽出来 那么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